AudioJungle 周一、29日多促联合国安理会对伊朗进行弹道导弹试验以及向叶蒙湖在反政府武装组织提供武器的做法采取行动,并表示这对于保全2015年达成的伊朗核协议至关重要。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NIKKIHALEY带领安理会,另外14个成员国的大使前往华盛顿,周一、29日在白宫与美国总统川普共进午餐,培滨海有国务卿蒂勒森、白宫幕僚长凯利以及国家安全顾问迈克马斯特等。 川普在午宴前告诉记者,将和安全理会讨论如何共同应对安全挑战,包括朝鲜和武威胁、伊朗在中东的区制造的不安定、终止叙利亚冲突、以及对抗恐怖主义。 川普·吴艳什表示,联合国的成功取决,与其个别成员的力量,在做的都是来自非常强大的国家。 我的行政团队很荣幸能与各位合作,我们已完成很多工作,安理会对美国来说相当重要。 他在全球的力量,以及受到的尊重相当,相当的好。 不过,我们还必须共同致力于很多工作。 黑力在午餐会上说,安理会成员国大使周,一上午参观了一个军事基地,看到美国所说的伊朗,向叶蒙胡塞反政府军,提供武器的第一手证据。 他将参观照片上传到推特上,并说不容许这些违规行为,持续下去。 下午,一行人还会参观大屠杀博物馆中,陈列叙利亚政权报型的证据。 RTI CUNUN,WVVOUDHTTHESECURRYCYCOULUT remains CLTODCTELCEFTICHFITHANDEBIDCFAROMTEDEPTAKP nächsten写yin。 2018 黑利表示,他向安理会其他成员国大使发出警示,称如果他们不对伊朗所有这些违反联合国决议的行为采取行动, 他无法保证美国会继续留在伊朗核协议内,他指出,此次华盛顿之行的目的,不是让大家关注2015年的伊朗核协议,而是要对伊朗在中东所作所为引发的其他担忧引起重视, 他表示,伊朗核协议纵然具有重大意义,但对待伊朗部能如此谨小甚微并在所有其他问题上拼之认知, 川普向上苏联合国大使表示,他认为伊朗核协议是一个很糟糕的协议, 他还称伊朗的其他行为明显为反了协议,需要对此采取行动, 川普此前曾表示,如果不对伊朗核协议作出修改,美国将停止给予伊朗制裁豁免, 在川普设定的5月份截止期限前,美国政府将与欧洲盟友讨论这项国际协议, 刚上任的中国常若联合国代表马昭旭,副代表吴海涛也在邀请之列, 黑利表示,在与马昭旭交谈时,川普谈论了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关系, 还在贸易问题上,对马昭旭发难,转载请注明希望之事。